南洋风云 要迎来第十四届大选 那么在第十四届大选之前 各个政党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政治可题 需要提出来 很显然YMDB现在是作为在业党主要攻打的一个政治可题了 是啊 基本上好像一直以来 这个反对党在业党都是 这个YMDB的问题不放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YMDB的新闻又出来了 记得是上一次是去年的这个时间嘛 后来就是 对然后时隔了一年以后 一月份的时候又再提起 那现在将近七月份的时候又再次提起 只是每次提起的时候好像都没有一个结果 好像都是有在调查这什么当中 但是其实也没有一个结果 那但是这一次的这个结果呢 就是刘特佐呢 就是被发现了 送了一个超过百万的钻石项链吧 送给了这个澳洲的这个名模 叫做米兰达克的 后来就是为了调查嘛 所以这个米兰达克就是把这个钻石项链呢 就把给教训给DioJ了 然后还有就是涉嫌的其中一位艺人呢 也是这个李奥纳多嘛 也是涉嫌的这个案件当中 所以也是涉及了一些好爱屋的这些明星等等的 那当然呢 这一次的这个焦点呢 依旧是放在到底是谁是这个一号官员 但是也是有人就是像是林吉祥啊等等的 也是调侃说 不如这个一号妻子 这个米兰都把这个钻石项链都交出来了 这个一号妻子怎么没把这个钻石项链 一起给交出来呢 后来就是有这个官员就是护航 说这个一号妻子其实没有证据 所以并不需要交出手势 所以大家其实还在很好奇说 这个到底一号妻子是谁 然后这个一号官员也是谁 但是究竟是谁呢 我没有不知道 我们只能猜测 但是这个法律上也没有给去明确的 明确的说一号官员是谁 一号夫人是谁 然后那猜测的东西呢 总是不能够 让人百分之百的幸福 同时呢 猜测的东西呢 总是不能够 很直接的说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要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彻底 因为我们要知道一号官员是谁 直接美国司法部就提出来 一号官员是这个人 那么一号官员的夫人呢 就是这个人 那提出来之后 那我们就直接知道 原来就是这家人 那么那如果是原来就是这家人的话 那理所当然的 无论是就是任何的对这件事情 有质疑声音 或有质疑的人 都可以上街来举行抗议 示威游行 因为美国司法部都已经认定 就是这俩人 为什么我们还不能够上街 示威游行 然后而且明确就是这俩人 所以任何人都不能够逃脱 也不能够有任何 或隐或现 莫铃两可的一些言辞了 所以这件事情 我们也在猜测 美国这方面的一个态度 美国究竟是 把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定位是什么 我相信美国这方面 本身那个定位 还是比较中庸一点的 他既不想得罪当局政府 以纳吉为首的当局政府 但同时呢 他在某些程度上 因为纳吉如果不好好听话的话 在某些程度上 我还可以用我手中的这些 这些政治筹码来资助在野党 然后露出一些信息 然后通过这些信息呢 然后正好 正好在十四届大院之前呢 通过一个 把这个事情炒作成为一个政治课题 然后给纳吉压力 给当局政府执政党压力 这也是 这也是美国一贯的 对于世界其他国家 无论是执政党也好 在野党也好 一贯的一个手腕 那么 在这件事情上 我们很显然就看出 美国这样子的一个角色的一个选择 但是美国这样一个角色的选择 我们作为马来西亚的民众 又该怎样去看待这样的一件事情呢 虽然美国有美国他自己的一个立场和角度 他想不想得罪执政党 纳吉为首的执政党 但同时呢 如果是执政党不好好听话的话呢 也需要有一种手腕来给他施压 那么这种手腕的施压 就通过一些YMDB的事情啊 或者资助一下 在野党啊 这不仅仅是我们马来西亚 世界其他国家 看看 就看我们大事数一下 世界其他国家的反对党阵营 其实美国都有在资助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 在柬埔寨 柬埔寨他的反对党阵营 救国党 还有他的非政府组织 美国是一直援助的 然后自从 我记得没错的话 是自从2006年 是2007年 对 不是 是在1997年的时候 之前1997年之前呢 美国政府是援助的政府的 就是柬埔寨政府的 但1997年之后 因为一场内乱之后呢 美国就拒绝再援援助当局政府了 然后他把钱完全投给反对党阵营 同时呢 然后给当地的非政府组织 通过反对党阵营和 非政府组织的联合向执政党施压 这是美国的一直的一个做法 直到目前为止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呢 相信在我们马来西亚这种情形 他的他的这个手段 或者是他这个模式 还是不会改变的 也是这样的一个模式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我们了解了国际 国际这样子的一个情形之下 我们再看一下 究竟我们马来西亚民众 应该怎样去理解这件事情 那么理解之后 这件理解完这件事情之后 我们应该采取一个怎样的态度 去对待YMDB的事情 对待第14届大选 这是我们民众需要有一个启蒙 民主上的启蒙 然后再很慎重的 很认真的把自己手中的一票 投给你愿意选择的那个政党 嗯 是 那当然呢 这个YMDB的这个课题呢 是每个政党呢 都有自己的各方的这个说辞之意嘛 像是这个国阵这一派的人呢 就坚持这个是美国的一种政治手段 然后甚至就是干扰了我们国内的政治这样子 那但是呢 反对党这边的声浪呢 却是又是说 就指着 为什么就是明明都有证据的事情 可是你却是硬硬要把它说成是干扰政治意图呢 到底是居心何在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这种各方都有说辞的 确实是让民众看了也是挺混乱的 甚至呢 也是不加以就是特别的思索 然后就直接说 这个就是一个贪污案的一个进行 但其实这个事情呢 一直以来都是没有一个证人嘛 这个国政这方面的人有说 这个是一直都没有这个证人 DOJ那方面也没有要传招 特别传招去谁去 去就是上庭嘛 就是说证 然后只是说要把这个钱归还给这个马来西亚 要把这个贪污 就是贪污的钱归还给马来西亚 所以这个方面 为什么会说是这个万里比贪污呢 既然是要把这个钱归还给马来西亚的话 另外我们刚才也提到 民众也在这方面也比较 不知道怎样去选择 不知道怎样去看待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呢 美国这个立场是无容置疑的 他有他自己的一个背景立场 还有政治意图的 那么在 至于我们国内呢 应该怎样去看待 无论是执政党也好 反对党也好 马上第14届大选就要来临 相信各个政党都是在 抛出各种不同的一个政治课题来争取选票 然后执政党这方面也会抛出一些课题 然后那么那么反对党 在野党这方面呢也会抛出一些课题 之前昨天前两天的时候就看到 在这个公正党这方面 或者是说万安自杀这方面 他已经提出说的要在全国各地举办系列型的讲座 关于YMDB的系列型的讲座会 然后同时呢也要在9月份举行大集会 反对YMDB的大集会 这两件事情足以看到 其实现在在野党已经把YMDB 作为一个很重要的来攻打 14届大选的一个政治课题来操作了 那么民众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形之下 怎样去看待这件事情 确实YMDB这件事情 从一开始发生到现在 它有很多的波折 确实我们都知道421的亏空 这债务这是有的 然后同时呢 当时呢政府想进行调查 或者是说 但是接连的调查的机构都 调查机构的相关人员都被调职了 你包括反财委员会的 有几名官员被调职了 你也包括这个总检察长 阿杜甘尼也被调职了 然后新上任一个人 然后另外的还有这个 那叫做公共账目委员会 然后当时正在调查呢 当时就换了几个官员 在公共账目委员会里 换了几个官员 换了几个官员上来之后呢 好像似乎这个声势 也就没什么声势了 所以说足以看到 当时还有这个国家银行的行长 也在接受着调查 或者是说也在提倡着调查 但是销声了 不知道为什么那段时间是销声了一段时间 所以种种事情都可以看到 其实有有像 这跟YMDB相关的一些人是想隐瞒一些事情 然后不想让国家的 无论是反弹委员会也好 总监察署也好 还有国家银行也好 来调查这件事情 这我们也是可以看到的 但有些人想阻止相关人员的调查 肯定是内部有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我们可以猜想得到 然后不可告人秘密 但是至今也没有 因为它没有个结果 大家也是在猜测 然后莫领两可当中 但是这件事情 YMDB这件事 至今到现在为止 大家心里都会有数 究竟这个YMDB有没有亏空 究竟贪污没贪污 然后这些事情 虽然不能够详细的把它说明 究竟贪污了多少 或者究竟谁贪污 究竟谁是大麻一号官员 究竟谁是第一号夫人 都是莫领两可的一些概念 然后或模糊的一些概念 然后大家心里都知道 这件事肯定是有猫腻的 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下 我相信民众 他会怎样的 他会怎样的一个 他会持有一个怎样的一个想法呢 不过今天在现场也来到我们的嘉宾 我们的在现场的嘉宾 朱生鑫先生 他也是首相署 另我们在首相署的这方面官员 另外的他也是这个 宾州民青团公共投诉局的主任 对 是 我们再介绍一下 我们现在的在场的这个嘉宾 正式的介绍一下 是马来西亚新闻部特别事务局的事务官 早晨好 朱生鑫先生 你好 抱歉 抱歉 我们这个有点混乱 在介绍介绍职位的时候 有点混乱 等一下我们稍微把这个改一下 另外我们 我们今天谈一下这个 YMDB 还有美国这方面的这些事情 呃 朱生鑫 你本身怎样去看待 现在美国司法部又一次提出YMDB 几件事情 OK 事实上这个美国司法部的这个啦 我以一个比较普通人的看这个司法的过程 因为第一你要了解这个美国司法部对YMDB的提供 你是要先了解这个司法的这个基本的那个过程 就是说当我们要起诉尤其是民宿案的时候 我们要就是把这个整个案件要提成给法庭 所以到今天为止这个DOJ呢 主要是一个提成的过程 嗯 然后在法庭上呢 我看到YMDB的时候 我有一个很大的问号 第一个问号就是 不管什么国家提成民事案的这个文件的时候呢 文件里面所有的 就是说有关 有关那个案件的呢 就要指名道姓 包括他的背景啊 他的年龄啊 谁啊 嗯 要写的一清二楚的 嗯 而这个YMDB 如果你有看那个文件里面的那个 整个报告里面呢 他反而就很多用这种Code Name 嗯 Code Name就是代号 嗯 所以变成很觉得很 就是说 不是 不是在这个司法上的惯例啦 然后 第二呢 就是说 当他整个整个这个程上这个文件的时候呢 普通上啦 据我所了解 不管哪个国家的民事案都啦 他会一定的时间有一个Hearing 就是说法官要不要要求接受这个个案 但是从2016年 他们提呈过后 到2017年又提呈第二份报告 法官到今天都还没有给任何的comments 就是这个 就是要去看这件案啊 要不要继续proceed 就是说要不要上庭啊 什么都没有 跟一个第三个大问题呢 就是说 到今天 他所报告所写的我们叫受害者啦 就是1MDB 但是到今天呢 他既然在这个程上这个报告上面呢 却没有engage 就是说没有来 这个拿到这个1MDB 说你是受害者 就比如说 如果说我要帮一个少女刑事 她被强奸啦 这样警方是不是要有那个少女的 这个强奸的这个身体的报告啊 或者是那个少女的口供啊 到今天是完全没有的 然后自己地上方 自己呈上报告 所以这三个大问号呢 我觉得它是一个很 都存在于质疑的方式 她的目的在做什么 和她要在做什么 而她整个司法的专业在那里 都是很大的问号 相信这方面 美国有他们的自己的一个立场 刚才我们也提到 美国这方面的手法 一直是这个样子的 她通过 刚才我们也举到这个 Damp Jad这样子的一个势力 她通过资助国内的非政府组织 以及在业党 然后共同的这个 有一些压力给执政党 这也是惯用的 无论是哪个国家 美国惯用的一些民主 民主人权的手法 然后但是这件事情 我们就国内 我先把美国抛开之外 我们就国内 国内的这一些政党的 关于YMDB的这些说法 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和看法 相信其实昨天前两天 我们也看到说 在公众党这方面 忘案自杀也说了说 要在全国举行YMDB的座谈 就是探讨会 然后同时也要举行反YMDB的集大集会 好像似乎现在YMDB已经成为 14届大选之前的一个很重要的政治课题了 是啊 我看了那份报导 我还以为说全部反对党 已经考上了美国的法官资格 全部都做了美国法官了 所以可以把这个事件定案了 但法国司法还没有 都还没有开始审判的过程 层上证据什么过程 或者是在这个辩论的过程呢 他们已经定罪了 所以我都觉得他们应该都有了美国法官的资格吧 然后在这个事情 无法否认说 他们有一个政治目的 就是做一个政治上的目的啦 但是我们往往看例子 就好像Rafidzi的例子 就好像说他指控Rosma静静 过后首相夫人真正的起诉他的时候 他说唯一一个开玩笑 所以我觉得这种政治都以谎言和这种抹黑的手段 如果真的有证据的话 去报警 拿出证据 不要以那种寒沙摄影的带动那个情绪 然后很多很多这些网民 尤其是网民 年轻的大概在35岁以下的 都模模糊糊的 就以那种什么仇富的那种心态 和那种反社会的心态 就是全部做的都是错的那种心态 来搞到把事情搞到一塌无头 当然我是觉得说这种很不健康啦 因为现在这个视觉的局势 整个地球村科技的发展 我们还有很大的挑战 但是如果大家都还在玩弄在这种情绪的话 损人不利己啦 主要是这样 那么在声音 其实你也属于指动这方面的 那么你认为在面对反对党这方面的 这样子的YMDB的一个政治课题 那么指动党方面有什么应对的措施吗 事实上事实上我要在这里要解释一下 2016年的那一次YMDB 为什么自政党没有任何反应 主要是YMDB 那一年是因为它有这个 这个松树案跟这个IPIC在英国 因为刚好那个时间就是在法庭上来解决他们之间的那些矛盾 今年我们已经解决 YMDB已经叫做 我们叫做已经回归正常的局面 所有的债务都还清了 所有的关系都理清了 所以我们会全力的回应和反应啦 这个是这一次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会变成很多人觉得以前你不讲话说我现在在讲话 是否要学习去就好像某一些网络的这个媒体就讲说是在在漂白 但是我很觉得这种的字眼漂白这种字眼是一个非常有政治企图性的一个字眼 为什么因为难道我们就躺着给你剃吗 而不不回应吗 不可能的嘛 而且尤其是整个事件是你的指责是没有证据的 因为你要明白DOJ这个文件哦 在还没有上法庭之前 整个报告就是一个写文章 认你学 法官接不接受是一回事 城上的证据又另一回事 所以整份报告是没有一个base 我们叫做一个没有一个支撑的那个点 大家就把这个我可以 我就每次跟我的朋友分享 就是以30%的nonfiction就是说以30%的实况来带出70%的fiction小说和幻想 所以70%他写的故事到晚如果有认真看250一面的报告的话 很多都是以小说式的来讲连对话都放进去 但是事实上在法庭上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哦 你要全部你要呈上去你要打官司的话 每一个字眼每一个点你要讲的辩论点 你都要有证据 你都要有背景 你都要有很很这个很确实的 因为你是在浪费这个神圣神圣的一个一个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谈起美国 他是侮辱自己的神圣的这个法庭法律程序 我们的这个你有还有一个你有发觉到 就是好像反对党比如Amiga 尼克敏 这些全部律师都不再讲这个法律的角度去看 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的吗 他们现在讲的都是在外面的其他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角度 但是如果这法律的正不正确 他法律的过程对不对 他整个事情是不是有这个确实性的 他们都不敢讲 所以那些律师都躲到完 所以如果他们可以来qualify说 这个房间就已经可以定罪的话 这样我们就要看他的勇气到哪里了 而不是让那些没有律师资格的 或没有法律资格那些 就每天这胡言乱语在那边 所以包括瓦尔吉扎 我是觉得 他要讲这个东西 他要讲什么 就是第一如果他在讲的话 在我们司法的道德上 他是干预司法的公正 难道这是对的吗 在民主的这个社会过程上 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说 你所说他在或者在野党在就是 他讲你所说的讲一个故事 他有30%是有事实根本的 但70%是像杜撰的像渲染一样 然后这方面也其实也许有两个因素 所导致的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美国这方面的态度 是莫灵两可模糊的 他没有指明一马官员是谁 他没有指明一马官员的夫人是谁 在这方面呢 另外一个方面在在野党 无论是执政党在野党都有政治需求 然后政治需求都想通过一些政治课题 为自己获得政治资本 那么他通过这件事情 也想渲染给民众看 然后渲染给民众通过30%的事实 70%的fake fiction 然后来渲染民众 使得民众来投在野党的票 这是他出于两个目的的考量 但是这件事情我们就翻过来看 就是执政党这方面 因为现在这个在野党 已经好像似乎全国在手透透了 YMDB的讲座会 那么执政党这方面 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项目开始启动 也是取消一些讲座会 因为事实上执政党不像反对党这么有空 第一 第一因为很多 就是国尤其是执政党 他们都有很多这些经济上的课题要做 然后人民的事情要做 比如手上已经在做着这个国家转型计划 因为国家转型计划是人民的复利 人民的这个未来 要整个国家的定位 这个国家的定位不是说 在本土上 就是在把自己的领土上宽起来 就是自己定位 不是 而是整个全球化的 这个冲击下怎么定位 然后整个马来西亚的 比如这些政经文教啊 所以关于这个课题呢 我们不会 我也不见得需要太大的反应 因为什么 因为一 它是一个司法 美国司法 然后是美国单枪 就是个人开枪的方式 开 但是1MDB 他都没有找1MDB 第一点 第二点 他不是在马来西亚的法庭 过程序 他是在美国的 因为在美国方面就是说 属成是自己讲自己爽那种 但是自己要不要过庭 我们还在等 他都不敢过啊 因为他都已经一个经验 就是2016年的那一份报告 他起诉这个 Wolf of Warship 的那个 这一次他是起诉不同人 是这个什么 hotel group 一个hotel group 来起诉hotel group 所以他全部都是自己在 在操红 所以变成马来西亚 如果政府去跟他舞步跳的话 在战略上也不是很对 为什么呢 不担心部分的选民会 从而会什么 因为第一点 第一点不是选民转移 就是我们有解释的 就有一些部门 尤其是WMDB 自己要去解释 或者是这个 这个新闻部 他们会去解释 包括我本身都会在解释 但是也会在执政党内 解释给这个 从上到下的过程 都有在解释 但是我们不会这种 浪费时间在外面 做到这么大 然后 因为为什么 因为事实上 现在我们在看的啦 是 整年的我们有这个 尤其是这个八月 是这个Sea Game 都很大的节目 国际节目在发生着 如果我们把这些的力量 放在国际节目 把这个国际节目搞好 来荣耀整个国家的名誉 好过浪费这个时间 来做这些无谓的事情 然后又不利人民的 就是唯一的就是给人民娱乐 因为好像看到很多反对党领袖站台 讲得很开心 大家都笑得很开心 纯粹只是娱乐性的爽 过后呢 得到什么 什么都没有 因为它整个是虚无的嘛 如果说你真的有证据 你起诉把那些有罪的 包括你所谓M01啊 M01的WIFE啊什么 真的有证据 你拿出来 把他们关在监牢里 这个有意义 我都支持你 但是如果你不是做这有意义的事情 而是在一直玩弄的这种情绪的话 我觉得 这种做法浪费大家的生命啊 通过你的解说 我明白了执政党这方面的策略了 对 就是 执政党这方面 也许智库已经在开始研究这方面的一些影响了 究竟在计赛业党这方面的宣传 把IMDWIN能够给民众造成怎样的一个影响 这个影响值不值得我站出来去做一个相适应的座谈会来反驳它 也许执政党这方面已经看到 其实在业党这方面的这个座谈会也好 然后举行示威游行也好 它会影响一部分人的一个想法 但是它数量不至于能够对执政党带来威胁 这是第一点 然后第二点呢 执政党会认为这件事情 尽可能不要渲染它越来越让更多的人知道 反而对自己没有什么好处 不是 是说 不是说要不要渲染给更多人知道 主要是 在这个方面 因为 美国是没有给你一个明确的 到底是不是定罪 因为你要看那个报告 它没有明确的讲 MO1的WIFE拿了那个专业 没有 它只是说在船上讨论 但是 在这里的网络媒体就已经转成说 1MDB的 这个MO1的WIFE就拿了这个钻石 全部在这个报告上没有解的 都在网络媒体上补上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就是如果它没有给你一个确实方向说 谁是有罪 谁是没有罪 第一 你要明白两个事情 就是 一 它起诉这个案件呢 它没有起诉任何执政党 它起诉的是四个人 由那四个人自己谈 不是政府谈 第二 它不是起诉政府 就是不是起诉马来西亚政府 它不是起诉首相 它不是起诉这个 整个1MDB 都没有 都没有 所以我们要怎么回应 我们也很难回应 又不关我的事 我要怎么回应 你明白那个立场上的 那个技术上的立场上吗 对明白 所以变成 我们都很难讲 我们只能讲 1MDB它能讲全部件 但是我们没有啊 我们全都在这里啊 整个audit report全部有啊 而且不是说给国家的audit去审核 是给这个世界Big Four 这个来审核整个案 你要难道反对党要指责 这个四个Big Four 都是出现这个质疑他们的专业吗 所以我们的立场是 如果要解答很清楚 我们不可以为那个四个 被起诉者 这个来辩护 因为不关我们的事 我们只关注的就是政府 然后首相 然后1MDB 都没有啊 它里面它不是起诉这些人 只是把反对党 就把这整个事情 就把它套在了马来西亚政府 套在了执政党 套在了国政 所以这个是一个 一个政治很不负责任的行为了 所以我们也很难说 去外面 哦我们要为这个 不能啊 因为我们立场都不对 这是我们最难的 是 我们先进一首歌 等回来我们再继续谈 我们再继续谈